最早上的是一个就是表演课 对 就上那种audition的那种课 不想闲在那边嘛 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做一些 自导自演 然后另外我还自己写一些剧本 然后最近我写了一个 我试上了很多课 我是刚来的时候 刚来的那一年 我是同时上表演课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Meissner的一个课 最早上的第一个课是什么课 最早上的是一个就是表演课 对 就上那种audition的那种课 我是来了之后 直接就上audition 很有争动性 对啊 然后Meissner上了 上了一段时间 然后Meissner就开始慢慢的引进 就是读剧本啊什么的 然后 这是来了之后对吧 我在佛罗里达上的课 就是根据话剧的那种上的课 对 话剧的表演课 那就是scene study嘛 来了这里之后是先上 我就说基本功 我觉得我没有打过 所以在这边的话就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基本功 所以我同时上 上这个audition的 然后上 上Meissner 然后还上improv的课 就是一个星期要上三四节课 然后就前哗啦哗啦的如流水啊 然后上了一段时间之后 Meissner我觉得上了以后就感觉上 怎么样 就了解怎么样把自己投入到这个角色中 而不是因为你刚刚开始演戏的话 你就是说啊这个剧本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的情绪放进去 对而不是就是说根据现场的 根据互动来自己来调动情绪嘛 所以那个学了之后 学了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我开始去上表演课 在这边的一个表演课 然后那个老师他是 他是他的一个最著名的学生是 Amy在就是Amy这个角色 在office里面这个Amy这个角色 是他的学生 是他的学生对 然后然后他他当时也是用话剧的那些剧本来上课 那个钻研了一段时间 然后又上了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comedy的这种improv 各种workshop UCB UCB的对 我UCB是上了 Level 1到Level 3 然后另外另外那时候 UCB他会有做一些cage match 就是就是improv现场表演嘛 然后他有那种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这种cage match 就是轮回赛 然后轮回赛的有一个team 他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他们就是非常非常专业 在这种improv 对 他就是说improv的话 他会有很多不同的group去improv 然后最好的人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就是说他当时 为什么会要以这种方式这样的话对一些没有那么好的不是很不公平 他就是一个比赛嘛 就是比赛 就是一个比赛 然后最最最最优胜的人 然后其实就是说也不是说最优胜的人他就能够拿到什么gig之类的 但是就是说就是你感觉上哎呀 有个竞争 有一个竞争 对对 然后然后他的胜出者他们是那两个人他自己出来开一个班开了一个学习班 所以他们的workshop我也去上了一些 我就觉得哎呀自己不是科班出生的 所以就说那时候说我一定要去上各种不同的课 improv然后然后继续再做那个sing study sing study对时间要求非常高 你我们那时候读的读的话句嘛 那种话句的话都是你从头到尾读一遍都是要两三个小时 就念就是自己看一遍就是很多page是吧 对很多page一般来说都是60page之类的很长 然后很dance 60啊 对很长很长 然后那最后是要从头到尾这样演完 不是不是我们一般来说上台的话上台的话就是你就是演 呃一般来说呃四页最多了否则的话就太长了 就是你去做这个study要把整个都要讲 这个老师会assign你他会派给你一些一个剧本 然后说你你你跟这个人去演这场戏 嗯但是你一定要角色你一定要做研究自己要 剧本他说你至少要读三遍 哦 读三遍而且以不同的intention去读 第一遍就是读故事第二遍你要读自己这个角色怎么样子 嗯然后再读一遍是你人家对你这个角色是什么评价 嗯就是非常intentional的去读 哦 然后然后你在自己这个这个自己这场戏然后自己再做一些功课 嗯你做完这些功课之后再跟再跟你的partner再一块一块去rehearse 嗯rehearse的话你至少要rehearse两次 然后然后我们上课的话就是第一次的话就是呃表演一下 然后老师会给一些notes之类的或者说现场给你导演一下 嗯对然后你再再做功课再rehearse这样的话一共基本上就是至少两次 然后如果是呃跟你自己的本人的差距比较大的话 嗯这个角色跟你本人差距比较大的话 嗯一般来说会弄四次嗯 所以我们workshop的话那时候都是就是我那时候一个一般来说都是三个月这样子一个workshop 就这样子嗯一般来说做个三个三个剧本三四个剧本这样子对就是强度非常非常高 所以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哎呀每个星期要在这花很多时间 嗯我那时候还是有全职工作了就是说一开始来的 好像是全职啊对一开始来的话那全职你怎么去上课 全职就是呃周末它是晚上的课哦然后rehearse的话就是周末啊或者是对 然后rehearse也是挺复杂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呃其他的partner 对啊人家人家可能是在餐馆打工的那他他周末没有空晚上没有空那你还得把天在在另外找时间 lunch break 的时候就溜出去然后去去rehearse一下对 对那挺那个学到很多东西对我就是上了上sistudy上了不同的两个两三个老师 然后然后后来就发现sistudy上到一定程度就有局限就觉得 首先那种话剧的他的台词是非常冗场的你你就是说你对这种东西比较了解了 然后另外他有整个一个呃60页的就是背景啊什么的供你参考 你拿到audition你就觉得蒙了因为audition的话最多就两三句 这个这个人的背景交代对吧然后电视电影的这些台词都非常精炼 你不是说话剧的话就台词就是一段一段一段的而电影的话电视的话就一句一句的嘛 所以你就觉得不知道我就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做功课 所以我另外就上了audition的课 啊ok对啊你上完sistudy之后然后再遇到audition的问题 对我就觉得时间那时候sistudy课我已经上了好几年了嘛 然后就发现对audition的话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去handle 所以我后来又后来又就是stop taking those classes 然后去上上了一些上了一些就是专门的audition的class对 sistudy的课就都是拿那个舞台剧的剧本来 sistudy一般来说都是拿舞台剧的 都是吗对对 我还以为是就是会拿电影啊 很少很少对因为他舞台他就是说真的是要做很多功夫在里面 然后当时上课的话包括也都是舞台剧这样子演的 所以就是这另外就有一个差别嘛 因为你在你在你在演电视电影的话你的动作的空间很少 你就是玩基本上很多时候你就是在这方面focus在这方面 但是我们上课的话他是以舞台剧的来演的 然后你一些动作都要都要去做出来 然后如果你就说他说your character is not in your body 对吧你你就不能够全部全部就说集中在这边 所以就是从舞台那边我在舞台的上面就挣扎 说有时候就说人物的表现的话就不够大 然后跑到film tv的audition的话又觉得有可能太过张 或者说是你自己不知道怎么样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画布来演绎这个角色 要调节 对要调节 所以还是然后还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嘛 你在舞台的话你就是audience就是这么多 但是你如果镜头在你离这么近 你眼睛稍微动一动那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 所以我即使我最近最近在自己自己做一些小项目的话 就会发现哎我怎么眨眼睛眨这么多 就完全就这个这个角色的power就丧失掉了 那你舞台去的话没人会去quitique 你眨眼睛会很多吗 我那时候发现 你自己不觉得看 自己不觉得但是但是 我眨眼睛特别厉害 你眨眼睛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但是当我有时候好就可能还是有时候你是没有做好功课可能 或是有一些你不确定的时候就会那个 你像我跟你聊的时候不会太这么眨 对你真的是 但是我做一些我可能心里没有太没有底的时候 我就经常哎呦看到怎么老在眨 但是就是说即使像我们像这样子对话对吧 那我们还是有这种正常人的眨眼睛的那种幅度频率 他有一些角色就是那种特别特别专注的角色 你再说就是就是照什么来着一个眼神能够把你给杀掉的那种 那种眼神那种 那还是不能有那么多 你就觉得一点点都不能眨眼睛 我就说就看那些电视上面那种就是长青树的那种演员 他们就做这种角色你觉得哎他没有什么样演嘛 就不觉得他演什么就很suttle的但是你就会发现一个眼神就是特别特别专注 他如果看你的话就是就是盯着你看那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一旦只爱的话就完全就lose power 对就很细节细节 然后或者说你在audition的时候 你就是说如果在上表演课的话你去拿一本书 你就会跑着去拿一本书对吧 你在audition的话你就是只能是这样子放在前面 然后你看书的话你也不能就是这样子看或者是这样子看 你就把它放在这样子前面这样子看 就很technical的一些东西都是在都是在这种audition的课里面学的 是是是对我也是自己慢慢做然后包括一些朋友给我给我做那个reader的时候慢慢学到的 对你就说要么就是上课去学要么就是在这种一点点 上课就比较效率比较高了因为他效率比较高对 几节课他就把这些都都讲到了 对然后上课的话还有就是就是真的是就是一两页的这个剧本嘛 然后你就说怎么样在一两页里面能够能够体现出来 你你做的那些功课或者说是知道怎么去做功课 然后然后我们我们上我上的那个课的话那个老师 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他就会说你即使是audition 你也不能够有有自己有任何设想就是说你这个这个角色的情绪 会到什么地步你不能有对对你就是说 要多一些那个improv吗你是不是说 不是说improv他就说你你就说比如说同样的同样的一场戏这个 你的男朋友要离开你了或者说你的你老公要离开你了 就是那你说的台词你就说不是不是不能够事先说我要伤心 你可以做那些自己的工作做一个演员的话你会说我们有多少年的历史在这边 铺垫 对铺垫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我的感觉他说这句话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这些工作你都可以事先做但是你到时候会不会哭出来 你到时候还是会不会骂他 这个你不能够事先去做决定这样子 对然后他就说在这方面就是一直很严格的要求我们 你在你在即使你就是说在课里面做这个的话 你都是说take it where it goes 所以就说即使是就不是说面对面的跟一个真实的partner在那边演戏 就是跟一个reader reader不会不会给你任何情绪啊上面的 但你自己的话还是还是要非常receptive 你就是说你听到那句话 你今天听到这句话你的感受跟明天听到那句话感受会不一样的 所以他还是要求你在这方面要有灵动 如果是对于刚开始上你觉得哪个课会是放在前面先上啊 怎么样的顺序有没有这样的 嗯我觉得我觉得要看你 你如果是要做comedy的演员 或者说你就是要做那种versatile的演员 这是不一样的嘛 因为有一派的演员他们就是就是想做comedy 那你就是绝对是做improv啊 嗯然后哦我还去上了stand up的课 stand up的课上了一点点啊 然后还上了那种怎么样写sketch那种课 所以你如果是 我学了好多 我学了好多 然后自己还学学怎么样写剧本啊 怎么样怎么样拍拍动摄影 对真的是学了很多 这个就待会我们再聊 先把这个表演的部分先聊一下 表演就聊了很久了 对就是你如果是就是很想很想当喜剧的话演员 然后就是喜剧的话 有一些喜剧它是要大于生活的 它是需要你做那种 比较极端那种character的那种 那你就去上那种课 然后作为美国人的话 你如果当喜剧演员 你不知道怎么做口音 那你就是很难发挥出来 各种喜剧的要求 这个对华人来说就很难 因为口音 它就美国有不同的口音 就是你有时候要模仿 对你要一个角色 你真的是 就是说它那种喜剧的话 你不要很深入的进入那种角色 但是你要马上 你说第一句话 就立刻这个形象就要突立出来 那你就是说口音是非常重要的 身体的形态什么都特别重要的 口音的话你就是纽约口音 或者是南方口音 对对对 然后就是那种特别特别西部的口音 或者说是英语 英文英国口音啊 或者是爱尔兰口音 就是说那种特别特别标签化的口音 你都是要会做 所以就是说对华人的话 我们能够把英语的口音学校 美国英语的口音学出来 就已经不错了 那你有上那个课吗 我口音我是自己去 我专门也是花了半年的时间 专门请了老师去更正我中文的口音 把它弄成美国的标准美国口音 然后另外的这些纽约的口音啊 南部口音我还是去学了一些的 但是但是就是挺难的嘛 因为美国人的话 他们自己本来就是从小就接触到这些不同的口音 就好像我们中国怎么模仿 叫南方北方东北的 我就说你让我做北方口音 我立马就能够说出来 但是你要说做南方的口音啊 我也能够说出来这样一点点 但是对于老外来说就会难很多 对老外来说那肯定不行 首先得把标准的学好了 先把标准的学好了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发展空间 你就说你的角色就不是在局限在 你就是immigrant的这种角色 然后如果你做comedy的话 对自己的口音上面 然后各种不同的形态 就是说你知道这种embodyment 你如果一个人比如说是 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比较nerdy的话 他会走路会往前冲的那种感觉 然后如果说是这个人比较 是那种playboy的话 他就是走路就用胯这么走的 所以就是说各种不同的 你就说怎么样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这些不同的角色给表现出来 所以说如果comedy的话 你就会去专注的上这些课 我昨天刚刚去看了Groundling的一个 就是sketch一个comedy 一个show 他就是那种 所有的演员都非常talented 但他就是说不同的角色 立刻就能够体现出来 如果你是要做比较versatile的 如果要做电影电视的那种 我觉得第一场课 你应该去上的就是Miesner的课 首先你要理解 就是说在你懂 怎么样把自己投入到不同的角色之前 怎么样你能够体现自己 怎么样能够有这个confidence 来体现你自己 因为我们在自己实际生活中的话 你总归会有一个 其实你是一直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吧 你在工作上面 你在 你会扮演一个比较professional一个角色 对吧 跟你爸爸妈妈 你会有一个不同的角色 你就是说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做这些角色 所以你就是他们美国人说 就是wearing different masks 戴着不同的面具 所以你就首先第一步 你做演员要了解 怎么样把这个面具要摘掉 Miesner就是让你最真切的 就是能够从最小的就是 exchange那些语句来 来就是说怎么样把你自己真实的自己来 repetition 对 exactly 对 把自己真实自己放在那边 然后让自己就是open your heart to receive 你的partner给你什么东西 他如果给你的鄙视 那你就是 你会有defense 对吧 对对 那如果他给你的有那种同情 那你会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你先就是从最小的这种 一步一步的来 来把自己解放出来 把自己放逝出来 然后你再去上这些 然后我觉得下一步的话 最好去上 去上那种还是话剧的 sing study sing study 对 那个就是说 他就是全体的做工作 你因为你 你如果没有那个基础 打在那边的话 你接到电视电影的剧本 你不知道怎么样去 把这个整个角色给flash out 怎么样把它给描绘出来 因为你 就是这个题材很少嘛 如果这个 你有一个整个话剧 60页来跟你说 这个角色是怎么样 就是说跟这人打架到 是什么样子 跟那人打架到 是怎么样子 有什么样的背景的话 你就能够学习怎么样 去找这个角色 你说这60页是剧本吗 剧本对 不是说补充的资料 它就是对整个play 就是一个60页 或者说是更长一些 当然它有一些短的format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的话 它就是让你知道 怎么样 怎么样 如果你是 你是 比如说你 你条件比较好 就 也运气也比较好 你就接了一个 leading character 你需要一个 一个feature film 这么长的一个东西去演 那如果你新手的话 就更就不知道怎么样子 对吧 你怎么样一个角色 从他最低落的时候 到他最高潮的时候 怎么样去跟这些十多个人物 不同的去interact 你如果没有舞台剧的这个打底打在那边的话 就很难做到那一步 但是 但是你 就是说 那个 那个 打底打完之后 还是要去做audition 然后我觉得 最理想的状态的话 是这样子 back and forth 这样的话 因为audition的话 就会很强调你 你这一个词 你说的 感觉不对 那老师就会帮忙 就是一个词 这样子做 你 就话剧的这种 sing study 它不会这么专攻 这么小的一个细节 但是audition的class 它就会帮你 做这个东西 ok 对 我现在就在上 Maisner 你现在在上Maisner 感觉怎么样了 我上的是 就选的课还是对的 我觉得也是 挺好的 是 对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上课 然后 包括之前我也没有 那么多 没有什么表演经验嘛 对 所以Maisner 就是真的 它太 太 很神奇 其实越学越觉得它挺神的 就 它从就 老师一直在 就告诉你 不要演 不要演 对 不要去 对 不要去尝试把它变得很有趣啊 怎么样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 大概有 两个月都一直在 是repeat repeat 你就一开始就觉得 哎呀 大家就在那边说 红蓝 红蓝 有什么好说的 对 一开始会觉得 这有什么用 是吧 不知道怎么样 但你慢慢说 然后你要 发现对方的 behavior 什么 你要说出来 对 然后你就会教自己怎么样 其实我们作为人的话 都已经在生活中 已经在这样做 但是你拿到剧本了 你就忘掉了 拿到剧本 你就会去看那剧本怎么样 对 你就会去做太多的那种分析 就说 这个人说我很愤怒 嗯 其实他不是真 他真实状态 可能他都不是愤怒 他只不过是这样子说 对 或者说另外一个人说 而且每个人的愤怒 是不一样 那不一样 对吧 你就拿着剧本 你就说 哎 我那帕人说我恨你 那我肯定会很怒 但他其实 我恨你可能会说的 就是 其实他是在说 我爱你 嗯 你就说你没有 这种这种训练的话 你就会 就会很局限在剧本上面 而 Meissner的话就是说 你说的话 其实不是很重要 对 他先把剧本这些都抛 抛在一边 你就说 其实这样子的话 表情啊 或者说其他的动作啊 那个是 就是有很多的 很多的信息 在那边交流嘛 所以就是说 就是 他也是很基本功的一种 对 那 Meissner上了多久 Meissner我上了 我都不记得 这已经是 我刚来的时候上了 你就上了一个课程 还是说 后来又上了 我上了 有几个 连着上了几个 workshop 然后最后 后来的话 他开始一点点 就是Meissner 引进了 Sign Study 但是我到那时候 我就觉得 哎呀 就是有点太 脱离这个剧本的感觉 因为 因为 如果你真的是 因为他Meissner的话 你知道Meissner 他会给你一个 一个 就是特别 怎么说呢 没有实际内容的一个剧本 就是一页纸 就是说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可能每个学校的也不一样 我们那学校就给了那个剧本 那个剧本的话 你就说 然后那老师会给你一些角色的设定啊 什么的 然后你就是 把自己那天的情绪 这个角色 然后带进这个台词 带进那场戏 但他如果真的给我一个剧本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 还是了解这个角色 这个写作者 他写下来的这个角色 是什么样子的背景 我觉得就是说 你到那时候就应该把自己融入在里面 而不是说完全就靠自己 我觉得Meissner Meissner他因为 他就是我觉得太专注 把自己完全 100%的带入里面去了 所以我就说还是 就是觉得还是有一点 有点 红沟在那边 对差不多 我的理解是差不多 我们这个课是两年的课 哇好长啊 对 但是我也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可能前面的几个月 前面三个月到六个月 可能你专门去学会 更加能够理解到Meissner 要不然你可能理解的是表面 但过了一定时间 你可以补充别的课 这个继续上 因为他这个老师还是 还是得到了这个Meissner那个 就Stanford的 真传 他说没几个 他说 对他确实 因为我们上课也是慢慢感受到 他确实挺有 对 所以他很多 他也说 有一些是他创新的 就是他加一些东西 怎么样的 对 所以到现在来说 是有时候会觉得 就太那个什么 但是 但他有很多自己做不到的地方 就比如说 像就很简单的 reputation 有一个同学 他原来是很抗拒 他觉得我做不来 哇 他说你们怎么 他说那些同学怎么那么快 反应那么快 我做不到 然后后来他就 老师就 就在课堂上就很耐心的讲 所有人也在听 听的时候也就学到了 其实就 他讲的那个道理 其实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个人也理解到 后来他就 私下就跟同学 一直在练 后来他就突破掉了 这一点就突破了 但我当时我是没有他那么差 就虽然我也有我的个人的障碍 但是我当时我觉得 哎我还是可以嘛 但是到后面我也遇到了一些 就是 就挺难的 就觉得 哎我不想去repeat 我不想去做这些 对对对 所以就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可能 有时候要再逼自己再跨过去 然后在同时 再补充别的课程可能就 是的 我那时候 Maisner就说 Maisner他 虽然说 你就是说完全要把自己带进去嘛 但是你比如说这个角色 这角色 你去演的 它是最悲惨的那一天 那你其实你自己那一天 过得挺开心的 但是你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 还是把自己放在角色的 那个 形态状态中 就是说 有些东西你是要 怎么说呢 我现在那个 auditioner的老师就会说 还是要technique的 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就是他那场戏就是说你一定要哭 你虽然说哭怎么样子哭 他没有限定 那你就是得哭 因为他是最悲惨的那一天 那你 你就说 你还是要自己比如说 了解自己怎么样 怎么样 比如说你自己有一些经历 或者说你对某一些话语 比较敏感 那你就会 在自己的脑子里面 回放这一些情景 把自己调动到那个情绪中 如果我说 我单单依靠 我的partner给我一些information 我单单依靠 我自己的那天的状态 那我是绝对进入不了 角色需要的状态中 所以我觉得这种 这种东西 他不能够全部教你 他就教你的 就是能够把自己 还是比较open 在这种能够有互动 但你就是说 你就是说作为演员的话 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你不是完全自己 你是有一半一半嘛 一半是你这个角色 另外一半是这个演员 就说 哎呀我现在好像 有点出镜感觉了 有点出力状态的感觉了 所以我立马要把自己调整一下 或者说 they always say like put your focus away from yourself and watch your partner 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东西 你还是得自己提醒自己的 但如果就是完全就是 让自己发挥的 那你就是说你会脱离这个角色 我那时候Misner 我看到很多男生的话 他就是 他对自己的愤怒 就没有好的控制 然后在Misner里面 他也会砸东西 比如他情绪来了 他就会砸东西 就是我们有那种 你知道什么的就 砸烂了 你知道什么砸烂了 那你就说 你在剧组上面 你绝对不可能去砸这种东西 对吧 你可以说 哎我情绪来了 我一定要发挥出来 但你去那边 那你很可能会伤人 你会把东西砸烂了 这个完全就不professional 所以你就说 不能够完全就是说 对 他那个可能你在结果上 他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他这个课 可能就是要 让你先去这样放开 你要先去学会怎么样放开 对 然后再收回来 收回来 到现场 然后还有就是 会不会是一种 就是说 你有时候 包括就是说 你在赛上具体的演一场戏 你也可以尽量的去 放开去演 但让导演来告诉你 怎么调节 是的 导演会跟你说 我最近 我最近audition了一个 就是那导演 就说 我就是演了 跟妈妈 跟女儿通话 我就说 女儿怎么怎么样 他说 他就说 你这个妈妈的角色的话 他是那天加班加了很晚 你就说 直到女儿告诉你 这好消息之前 你其实是很累的 你其实是硬挺着的 所以我就说 哎呀 这个自己功课没有做好 所以说导演会 给你一些指导了 这样的话 然后我再 我再很快的调整到 这种状态中 然后再把它体验出来 或者说是 这个导演会说 你这个角色 你是真实的在表演 表演这个角色 但是呢 我们其他的演员情绪 你不能够比他的情绪更激烈 他就是 他作为导演的话 有他的不同的演示 所以就是说 那你就得自己调整一下 就把自己克制一下 对 是 这个表演的东西是 很多 很多很多 我觉得我现在 我真的学了这么多年 发现还有很多自己 那你目前还在上什么课吗 我自己这两个 这几个月没有在上课 对 但是 我因为自己在做一些小创作啊 什么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 实际都很少 最近好像实际很少 所以 最近好像 我的agent也发了一个邮件 他说是 编剧会在罢工 对对对 所以就是 编剧会有一些影响 对 所以就觉得 近几个月都一直 事情都很少 然后 那我就说 我不想闲在那边嘛 所以我就自己开始 做一些 自导自演 然后 另外我还自己写一些剧本 然后 最近我写了 别忘了 我试试试试试试 好